大家好,我是瑩瑩醫師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集我又很開心地邀請到Kalina 上來和我們一起聊天 Hello,大家好 今集我們想聊一些 臭小子之後身體的小毛病 很多毛病 三個之後特別好 身心都有些問題 身心很嚴重 當然我們心理上 由於環境的轉變 臭小子多了很多事情去處理 容易有點累 我們又想一下 我剛生完小子的時候會有什麼不舒服 我會很睏 整天都很睏 因為又要餵夜奶 有時又擔心自己不夠奶水 我又試過幾次乳腺炎 我是乳腺炎到發燒 要看醫生吃藥那種 這樣也很厲害 是呀 然後又有脫髮 那段時間 剛生完那半年就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就是維持到現在 不知為何 我生完小子之後 晚上睡覺就會有些發冷 發冷 對發冷 但是過了半年之後就好些 但是我現在晚上睡覺 你也是會比生小子之前 都會怕冷 對 我也有少許醫方的問題 雖然就是醫師 理論上 人們就覺得我們應該有個醫師光環 是不會病的 但實際上醫師都是人 我都感覺到生完小子之後 身體是比較弱了 例如是 除了疲累 容易發冷 之外 奶水也是我們很想要追的一個目標 我們所說的追奶 而追奶這方面 我自己有少許的感覺 就是當埋身的時間 或者在埋身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我的手腳容易出現一些酸軟的感覺 這些都是跟我們的肝腎規虛有關 所以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去調整 好了 想到這些情況 我們又回想到大兒子 即是醫師生大兒子的時候的一個情況 餵完夜奶之後 又在另一個階段 感覺好像輕鬆了一些 但其實我那一期 都有些身體的小毛病 例如還是感覺到自己很容易累 或者精神集中不到的一個情況 是的 會 好像真的精神比較差一點 我覺得比以前 是的 會容易精神比較差一點的情況 是的 好像感覺晚上可以睡 但好像也是睡不夠 是的 而且我會比較容易醒 容易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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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還好 可能真的太累了 不過容易醒的話 你是誇張得會怎樣 即最嚴重的一次是怎樣 嗯 好像對聲音很敏感 即是會一有少少聲 我就會醒 砸一砸醒 是的 以前真的不會 睡得經常砸 如果你說到聲音容易砸醒的話 其實我也感覺到 好像生完之後 只要聽到少少聲響 人會容易緊張一點 是的 我其實不知道是心理 還是真的身體的問題 因為 好像經常都害怕兒子 是不是會哭醒 這樣 就會影響到我 好像很容易就會 即 就是 砸一砸 不知道是不是他又哭了 是的 我是試過最嚴重的是 如果我們聽到一些聲音 例如兒子踢皮 或者是轉一轉身 我都會砸醒 是的 會 是的 我們又想想 講了這麼多的小毛病 不如我們來講講 要怎樣吃 才可以更容易改善到這些小毛病 是的 第一件事 不如我們想想 Karina 你有什麼事你比較想知道 改善累的方面 因為經常都很累 臭仔真的很累 是的 當你不想跟他玩的時候 要被迫著跟他玩 那一刻 好像那個驅惑在 但靈魂已經不知去了哪裡 是的 講到累 我們當然要找一些補氣的東西 去改善我們的體質 例如我們可以拿筆棋 黨森、孟子、毛桃 這一類的食材 去熬湯 這三個材料我都很喜歡熬湯 有沒有好推介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需要很多時間去照顧 我會把筆棋來煮水喝 筆棋來煮水 最簡單的筆棋 你剪碎它 讓它容易揮發弱性 煮完它之後 過一焗 然後放進暖壺裡 然後隔一會兒再喝 這是最快的方法 除了筆棋之外 我也有吃肉桂 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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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買肉桂粉 因為都是爛 還有我平時 我一向都有喝咖啡的習慣 但是因為臭小朋友餵人 不可以有咖啡因 我每天早上都會喝一杯熱奶 又不想那麼寡靜 又沒有什麼味道 我就會灑肉桂粉在上面 來這樣喝 我覺得也會有幫助 肉桂粉 其實在中醫來說 它可以做到溫補腎陽的功效 所以除了可以令到自己 容易一些精神之外 我們也會改善手腳冰凍的情況 所以肉桂粉也比較好用 第二件事 我相信很多生產員的媽媽 你們都會很想知道 就是吃什麼 可以令到頭髮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瑩瑩醫師在這裡 會想到有一款食材 就是黑芝麻 黑芝麻 我要請教一下Karina 怎樣煮最好 或者怎樣吃最好 黑芝麻就一想到就是芝麻糊 但是你芝麻糊做的程序很繁複 但是你在街上吃又未必是足料 如果你最簡單的話 就可以拿它來做一些糯米糍甜品 用糯米粉做糯米糰 然後剪到它細小顆之後 就可以撒一些芝麻粉 黑芝麻粉 和黑糖或者白糖上去 來做調味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又可以補到新的甜品 這個不錯 黑芝麻 我也有聽到有些街坊 他們會用來炒菜 我們如果用黑芝麻炒菜的話 我們可以加些什麼來炒 其實你炒雞 炒雞柳 其實你炒熟了之後 你灑在上面再拌一拌它 就已經可以了 有芝麻的香味 白芝麻和黑芝麻 都可以混在一起用 煮出來 除了樣子漂亮之外 也有些功效 我之前也有試過煎魚的時候 就做過一個黑白芝麻的煎魚 買一塊魚柳 然後煎至半熟 之後就蘸黑芝麻和白芝麻 蘸了之後再放進去煎 那芝麻就好像有一層脆皮 這麼棒 是啊 大家可以試一下 很香 好了 黑芝麻除了可以令到頭髮強壯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潤腸通便 所以也會有些女士或者懷孕中的媽媽 是吃的 令到自己的腸容易排便 那我都試過買一些黑芝麻粉 去加入一些豆奶或者牛奶去喝 是啊 原來加牛奶都可以的 我想到你之前有講過一隻椰子奶 椰子奶是否其實都可以 可以 當然可以 其實很隨意的 你喜歡喝義物也可以 椰子奶也可以 加一些黑芝麻下去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好啊 那講到吃 我們又開始肚餓了 所以呢 我們今集的時間又到這裏了 好多謝阿Kalina今集 再次和我們一起分享 一些和食有關係的養生資訊 假設大家有問題 不妨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 等我營營醫師和阿Kalina 去回答各位的問題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